今天跟大家留一个加上里短的话题 就是关于离婚带儿子的女人能不能娶的话题 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就正好是听一个情感主播讲他的一个粉丝 去找他吐槽 他自己正找了一个离婚带儿子的一个女性 要成立家庭团婚论嫁了 要问这个情感主播需要注意什么 结果这个情感主播呢就跟他说 你娶了一个离婚带儿子的一个女性 你又要考虑到你要为人家养儿子呀 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了 你要给他买房子呀 然后这个小伙子呢就说 他自己30多岁了还一直没有娶上媳妇 就是因为他的经济条件不行 没有买上房子 自己都没有办法给自己买上房子 更不可能说有能力去给这个女人的这个儿子 未来去买上一套房子吧 他说这怎么可能呢 说你想多了 然后从而让这个情感主播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沉思吧 实际上他这个话题我听完以后 我觉得我也深有体会 所以说今天想到了有说这么一期话题 这个标题是不是一听就会让人感觉 对单亲母亲这样的一个身份 好像没有善意对吗 有极大的一个偏见 但是客观事实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对单亲母亲这样一个身份 它是有很大的偏见的 因为我自己深有体会 我自己曾经有十几年的一个经验 我就是单亲母亲 现在当然我在婚了 我自己是带着一个女儿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说带着个女孩还好一些 带着个男孩 这辈子就不用结婚了 实际上我的体会 带着儿子也好 带着女儿也好 你的体验是完全相同的 因为呢 一般正常的一个单身男性 或者是他适合谈婚论嫁的这样一个单身男性 他一般一听你离婚了 你如果不带孩子以后 你要如果带着孩子的话 那他对你的这种印象分 或者是说对想要娶你的这种可能性 他就大把折扣了 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现实问题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就认为 带着儿子也好 带着女儿也好 这个单亲母亲 他谈论再婚 他其实难度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会对于 这个离婚带着儿子的这个单身女性 认为他会比带着女孩要难呢 就是因为我们普世的一个价值观 就认为带着一个儿子 儿子长大了以后 要给他娶媳妇买房子是吗 你要给他娶媳妇买房子 那你没有个两三百万 你可能就搞不定啊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观 所以说就给他附加上了 这个单亲母亲带着儿子 他再婚的一个难度 系数有够很多的这样一个判断 但是客观事实是 你单亲母亲带着女儿 他这个再婚的难度一样也是很大的 我认为 就我们之所以对这种单亲母亲 带着儿子的这种离婚女性 有很大的一个偏见 关键是我们很多人 他其实不管是对于再婚 他就是对婚一样 他有了很多 就是背离了我们原始组建家庭的 那样一个初衷的一个 偏扯的一个价值观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再老一辈 那种就是说结婚成家 我们基本的诉求是什么 成人了 要成立一个家庭了 这个家庭里面 要有老人 要有中年人 还有要有孩子 家是什么 家是有爱的地方 有问问的地方 是你在外边打拼一天 非常疲惫了 然后你回到一个港湾 可以完全放松 完全去休息的地方 这是家呀 对不对 你在外边 然后呢 你披荆斩棘 你落一身伤痕 然后你回家以后呢 你有一个疗愈的地方 对不对 这是家呀 但是现在呢 在我们很多普世的 这个价值观里面 就现在 现代这个时代 很多人对婚姻 那个解读是什么 婚姻是合作关系 我不否定 婚姻是一种合作关系 如果你好的合作对手 然后呢 你会经营出一个 好的这种婚姻家庭 这个我不否定 但是呢 大部分人把这种 就是说他合作的这个价值 就是婚姻是个合作关系 把它看成像经营公司一样 产生多大的利益 已经在开始这样的一个 做一个利益权衡了 我觉得这就背离了 作为一个成立一个婚姻家庭 什么才是最原始的一个条件 是爱 是彼此相处起来 非常和谐 非常舒适 难道不是吗 我记得就是在我父母那边 他们给我讲 就是包括我老家里边 有一个二奶奶就是 他当时的时候 他就是原来的时候 他我母亲曾经给我讲过 他那个故事嘛 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童养鞋 在他那个破家里边被打骂 然后就被当成一个 就是小奴隶使 后来那么就是解放了以后吧 然后他就是好像是 离婚了 离婚了又找了我那个爷爷 也是一样带着儿子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是看待 就是这个带着孩子也好 或者说带着女儿也好 在组的家庭呢 人家就是给他一口饭吃 然后呢给你一个家 未来能不能跟你买上房子 给你提供多少价值 从来不去考虑这些付加值 你在家里 你给我烧火办饭 我在外边挣钱养家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 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 他就背离了那样的一个想法了呢 所以说吧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很多的这种价值观啊 都已经偏离了 我们组建婚姻家庭的一个初衷了 你有找一个 离婚带儿子的一个 这个女性啊 你还要给你这个孩子 养大他 不光是要养大他 然后还有给他 这个结婚买房子呀 那这个孩子 亲生父亲 他不是也未必能够做到 能够有能力给他的孩子 买房子 结婚 娶媳妇结婚吗 对不对 所以说吧 这个结婚生子呀 就是给他买房子 这样的一些辅家的 这样的一些 这义务呀 还是应该去 作为父母哈 即便是成家了 因为成夫妻关系了 那你要去 作为一个 你去养育 或教育孩子的一种责任 你要告诉孩子 未来结婚成家 这都是你自己的一个责任 我们也没有能力 去帮你完成这些东西 我们把你养大 我们的责任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认为 就是我们现在 对于组建婚姻的 这些价值观上 还是有很大的偏执的 大家可能经常看视频 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时代 就适龄的单身男女青年的 这个数量 已经到了2.4个亿了 而且现在 离婚率也在逐年上升 也就是说呢 这种离婚的这种 就是成年男女性 单身的什么男女性 它这个数量 其实也很多了 你未来在这种 就在组家庭当中 出现的这种 就是说未婚的 或者说离异过的 或者说离异带着孩子的 在组家庭 这种现象 实际上是属于 一种常见现象 但是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能被我们这种 偏执的一些 根本不正确的一些价值观 给误导和引导 两个人只要是说 两个人 他之间是有爱慕之情 或者说本性是比较纯良的 对组建婚姻家庭 那种价值观是相同的 就是我们组建一个家庭 只有两个 我们两个人有感情 有感情基础 然后我们可以 克服一切困难 当然这对于 现在很多成年人 就被师祖打败的 很多成年人来说 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 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但是只有两个人 感情基础在 然后并且 本性品性 就比较纯良的情况下 他可以共同去 克服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认为 未来包括是说 创作财富 养育儿女 这个都不是问题 我们不应该背离 组建家庭的一个 最初的一个初衷 你说是吗 词